好,大家好,我是周 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视频了 像我最近一个在B站更新的视频还是三周以前 而且那个视频还是很早之前我和我女朋友录的 算是一种炒冷饭吧 然后我最近录的一期视频呢 已经是接近一个月以前了 那么这段时间去干嘛呢 那就是我最近在搬家 我终于从我以前的那个窝居 然后搬到现在这个粮食一厅的房子了 所以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这个在美国租房子 或者说是在学校周围租房子的一些注意事项 通常来说呢 学校会要求国际生在学校要住至少一个学年 也就是三个学期 当然学校住宿条件非常好 有无敌快的网 然后会给你提供这个电视的服务 然后还有空调 有暖气 包括离教室近 等等一系列优点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太贵了 像比如说国际生住的这个ILC 就是2400多一个学期 也就是差不多700多一个月 而且还是美元啊 所以住的还是比较贵的 然后这个还是三个人住一个房间 还和另外两个人 也就是一共五个人来用一个卫生间的情况 如果你想有自己的一个房间 并且有自己的卫生间的话呢 这就要翻倍的这个价格 也就是差不多1400美元一个月 这就是非常的贵了 如果你不是无敌有钱的话呢 我是不建议你一直住在学校的 当然原因之一是费用会便宜一些 还有原因就是 就算你在学校选到最贵的房型 你也是和你一整层楼共享一个厨房的 而且你也只有一个卧室那么大的地方 最多加一个厨所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学校大部分的宿舍 在暑假是不开放的 所以你暑假是没有地方住 就算你回国的话呢 暑假你也没有地方放你的一些东西和行李 你怎么能在美国生活了这么长时间 所有东西一过暑假就搬回中国 然后过完暑假之后再把它全都搬回来吧 所以还是非常麻烦的 通常来说呢 在学校附近租房子 也就是在村里吧 租房子有这么 我想来想有三种方案吧 第一种就是最普通的 应该和国内最相似 就是你直接去和房东谈 或者通过一些中介 来找到一些房东 然后和他们谈 然后他们一般拥有的就是一个house 然后就是那种两层楼三层楼 然后你从他个人手里边把整个楼租下来 然后和你朋友一起住 这种方案呢 说实话在这边不是很常见 我也没有尝试过 因为这种方案也是比较考验这个谈判能力 然后第二种呢 就是一种留学生普遍选择的方案 就是他们这有很多的房产公司 然后他专门盖一个小区 然后把它都装修好 把里边都布置好 然后专门拿来租 我在国内好像没有听说过类似的解决方案 但是在这边还是比较普遍的 尤其是在学校附近 然后学校附近有那么两家是比较受中国留学生欢迎的 就是一家叫Retreat 然后另一家叫七街701 还有两家是新盖的 铺天盖地全是广告 一个叫Sierra 一个叫Domain 然后他们这种呢 一般就是有单人间双人间 然后三人间四人间 它和学校的区别呢 就是学校是一个房间给你们三个人用 但是他这个三人间四人间 那是一人一个房间 然后你一共会租到就是三到四个房间 我们拿四人间来举例 通常来说就是有四个卧室 然后四个厕所 然后一个客厅 一个厨房 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你可以有这个house和apartment可以选择 通常来说他们都是配到家具的 然后有一些炉灶 有冰箱 然后有床 有这个写字台 所以基本上可以做到拎包入住 这种呢 通常来说一个房间租金要到一个月800或者900左右 但是这已经对于相比学校来说已经是大大提升了这个生活质量了 然后第三种呢和第二种其实差不多 通常来说是离学校远一些 然后没有家具的那些房子 它也是由一个公司 然后盖了一个小区 然后来把整个小区全都每一户都租出去 这种房子呢一般都是装修好的 但是会缺少一些家具 它有一些基础的 比如说炉灶或者是冰箱 但是像床啊衣柜啊这些你需要自己去买 这种通常来说呢 如果你有一些特别好的朋友 或者说你和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一起住 那就是非常好的方案 因为总体算下来的话呢 它一个整个一个房子租给你是1100块1200块左右 当然也有更贵的也有更便宜的 然后通常来说它是两到三个卧室配一到两个卫生间 这样的话呢 就是和国内这种粮食一厅粮食两厅 那种户型就相当相似了 当然缺点也有啊 就是你要需要去自己买家具 比如说去宜家这种地方 你要去买一些家具 或者是各种的常用的东西 那么有朋友可能会问了 这个第二种和第三种到底有什么区别 第二种呢通常来说是按人数来租的 比如说你一个人去住和四个人去住 一个人去住呢是一个人签合同 然后四个人去住呢是四个人签四份合同 然后通过匹配的机制 把你们四个独立的这个人放到一个屋子里面去 而第三种的区别呢是一张合同是包括整个房间的 就是包括整个屋子的 所有的卧室都放在一个合同里面 所以说第二种情况如果你没有朋友的话 他有可能会给你匹配室友 就是相当于四个独立的房间都租出去 然后你们共享一个厨房 而第三种呢相当于是他把整个房间租给你 然后具体里边你怎么布置 然后那就归你管了 具体比如说里面住两个人还是三个人啊 这他就不是很在意了 所以通常来说呢这个第三种要更便宜一些 那么租房子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首先一点非常重要 我会建议大家先去看一下这个小区谷歌上面的评论 像我之前找房子的时候 我找到一个价格和地址都非常不错的选择 但是我去看了谷歌评价之后呢 发现这个小区由于它比较老了 然后基本上每周都会出现停水或者停电的情况 那这就非常不妙吧 所以我觉得看一下这个大家的评论还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要了解一下你的房租都包括什么 尤其是水费 电费 垃圾费 宠物费 电视费 网费 等等一系列这种奇奇怪怪的费用啊 这边有好多的小区它是单独收的 或者说是你要自己去弄的 像有些地方它会全包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这个七街它会包的比较多 但是也有一些选择它是什么都不包的 像我这次选房子 我看了一个一个月1100的房子 然后还看了一个一个月1200的房子 但是呢区别就是这个1200的它什么都包 但是这个1100的呢你需要自己去交一些费用 然后这样算下来呢 它最终的费用要到1300大级了 所以它看上去它会更便宜一些 但是实际上算下来呢 它是更贵的一个选择 而且这边有些东西的物价还是非常夸张的 比如说你的电话费有可能一个月到四五十刀 然后网费有可能要到四十刀 然后电视有可能要到五十刀 然后宠物一般会收25到五十刀不等啊 这个费用还是非常多的 所以你住进去之前一定要了解一下 或者说你签合同之前一定要先了解一下 第三点呢就是要看一下这个房间的硬件啊 就是看它都带什么 一般来说冰箱啊 炉灶抽油烟接啊 这些都是普遍都带的 但是像微波炉就是有的有的没有 还有就是洗衣机和烘干机 那有的是在你的房间里边有的 然后有的是整个小区共享那么几个 而且还是要单独花钱的 就洗一次可能是一块或者两块那样子 还有就是村里边租房大多数都没有空调 因为这边天气我在第一期也介绍过 就夏天它不会太热啊 就顶多到35度 但是大多数是在30度以下的这样一个天气状态 所以选择的时候 如果你特别在意某些东西的话呢 一定要提前注意一下 然后在他们的官网一般都会写 这个房子都带什么东西 其他应该就还好了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呢 你也可以随时私信我或者留言 我看到都会回复 前一段时间有好几位朋友给我私信啊 我也是非常的开心 然后最后呢就是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不要忘了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